知道在佛山最不值钱的花也是最漂亮的花是什么吗 尤其是十一月份十一月份 那个就是三角梅了 你看漫山偏远 整个天桥上面全部都是 而且是很多个花色都有 大家好我是佛山阿花江 今天一大早去广州去买土了 我买了两大包的松树皮 两大包的那个糖泥 当然也买到了辛辛烈烈的文竹 买花回来的过程中 路过我家附近的一个天桥 我就发现到处都是这种粉红色的颜色 当然不仅是这个粉红色 还有白色的 有黄色的 有紫色的 反正非常非常多 曾经有朋友问我在家 为什么不养一叠这个东西呢 其实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家附近只要去一个公园 只要去一个天桥 都能看到这个车花 而这个花在佛山我觉得是最不值钱的 当然也是10月11月份冬天最漂亮的花 这个花就是三角梅了 8点钟出发 就买了这几袋回来 花了几十块钱 特别的便宜 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三角梅 你看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养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家附近已经拥有最漂亮的一个三角梅花园了 无论哪个天桥 无论哪个花园 无论哪个地方都是这个三角梅 这个我觉得就应该是佛山寺的四花了 太漂亮了 而且非常多的颜色 品种也非常多 有朋友问我 这个东西难不难养 我告诉你 你跟着园艺公园养 你就知道怎么养好这个三角梅了 经常有朋友问我 这个花怎么那么难养 那个花还怎么那么难养 其实我们只需要跟着园艺公园养 就可以的 人家都可以这样把它养爆棚 那么您在家想要养爆棚 我觉得真的没什么难度 那三角梅为什么很多家庭难养呢 其实最重要一个 我们养三角梅 第一个不要用大花盆 用一个小花盆就可以了 不要看它长那么大 但事实上它的根系 一定要是木质框的根系 情况下它才能开花 所以想要它尽快的开花 比如今年买回来 今年就要开花 一定要用一个小花盆 第二个就要看盆土了 我们看看这个园艺公园 马路边天桥上面的三角梅 用的是什么土 直接看一下 人家怎么养的 怎么养的好的 我们就跟着学就是了 哪有那么复杂 来 这个土壤 你看这里有很多杂草 是吧 经常有朋友说杂草多了不好 但是对于三角梅来说 没有这回事 要把土壤拨开 好多花 把土壤开 我们先用手指按一下 你看这个盆土是比较板结的 有点硬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三角梅的根系 已经把整个盆土给占领了 然后我们再用个稍微用力 看看能不能弄下一点土 好了 挖出来一点点 挖到的大部分都是根了 来看一下 这个土壤是比较松软的 别松软的 它应该不完全是原土 当然了这个是沙子土 这个是沙子土 是比较重的一个沙子土 因为三角梅整个的花架比较大 而在天桥上面种子 它又比较容易风大 很多汽车走过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些稍微连性比较重 但是要比较疏松的土壤 像这种沙子土是最适合的 这里看一下 你看 这个三角梅的土壤都入白了 这样看下去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挖回来的原土 事实上你用原土种植也是可以的 因为三角梅除了需要一个小花盆种植之外 它还需要一个比较密闭的盆土 这样的盆土对于它来说 拥有比较不错的保水能力 这样子就可以了 而且三角梅是不需要经常浇水的 你看 板切成这样子 手指都扎不进去了 硬邦邦的 那么为什么有些朋友 还是用这个土的情况下 三角梅还是养不好呢 其实还有两个事情是很关键的 第一个是光照的问题 三角梅是非常喜羊的一个植物 光照充足的情况下才能长得好 我看到了大部分开满花的三角梅 都是在一个光照比较充足的地方 甚至像我家一样 每天十多个小时光照的情况下 三角梅才能长得好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就是水分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马路边的三角梅 它是怎么浇水的 这个三角梅怎么浇水 你看 看到没有 这个三角梅的浇水的地方 它在它的根系附近 有一个滴管 就紧紧地靠着我们的三角梅的根系 就在这个位置了 距离也就两厘米左右的位置 就有这么一个滴管 滴管是多久开一次呢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路上面呢 现在还是湿答答的 这就是有部分的水管漏出来了 漏水出来了 所以导致的 那么我们可以猜想一下 这个三角梅呢 是今天早上的大概是六点到七点钟左右呢 去浇这个水 因为现在呢 大概是九点钟左右 过了大概两个小时 这个水开始慢慢干了 另外呢 我在傍晚的时候 也看到这个三角梅进行浇水 所以呢 我只能在三角梅开花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早晚的进行浇水 那一般情况 用滴管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进行 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滴管 因为我经常看到它们呢 是开半个小时左右的 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像这样的滴管 如果家里没有呢 你也可以用那个浇水神器 或者是直接买个滴管回来去浇 那么另外呢 如果你是小花盆种植呢 你也可以把整颗的三角梅呢 去泡到水里面 去泡上十分钟 也是可以的 我在家呢 前两年也养三角梅 但是后来呢 我觉得太没意思了 这家果呢 不用理它 也能开满花 我就把它整个的焊死了 但是呢 如果您在家想要养三角梅呢 记住 大水大肥 然后呢 光照炉就可以了 可能有朋友要问 要不要弄点磷酸二清钾 等等那些 如果你懂得怎么控水的话 您可能磷酸二清钾都不需要 就能养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三角梅 三角梅呢 对磷酸的要求呢 不是很高 但是呢 只要懂得控水呢 它就能开满花 适当的给它一些磷酸二清钾呢 也能紧上开花 让它开出更漂亮的花 您看 我看园艺公园呢 就基本上很少给它打药的 但是您看打得非常漂亮 除了这个颜色之外 下面还有白色 还有黄色 还有紫色 还有粉红色 老实说呢 我看着这么漂亮的花 我也开始有点心动了 我也想养点三角梅了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如果你养三角梅 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不妨去您家附近的 天桥 花园里面 去看一下 您只知道怎么养了 好了 我是佛山花匠 感谢这样 拜拜 拜拜